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小将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 今天谈谈朱立伦当选新一届国民党主席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发句贺电 民进党趁机批评 嘲讽了国民党 习近平9月26日上午 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发布贺电 祝贺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呼吁国共两党共同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 为台海谋和平 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族谋复兴 朱立伦在负电中指出 近年来在民进党执政下的趋忠 反中政策 改变两岸现状 造成两岸形势险峻 使两岸人民极度不安 他期盼国共两党能在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基础上持续交流 求同遵义 针对国民党新任主席当选人朱立伦回复习近平贺电一事 民进党当地时间9月26日表示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 都不会太期待收到来自专制国家领导人的贺电 唯有国民党如此引颈期盼 对于习近平贺电中为国家谋统一的说法 民进党更批朱立伦 没勇气为台湾人发声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也质疑 说到习近平贺电应该是个烫手山芋 他不解为何国民党把它当成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朱立伦只在乎能否符合北京当局的期待和肯定 却不在意台湾主流民意对国民党的观感 这样的国民党领导人注定无法带领国民党开拓新局 难以令人期待 民进党强调 中国大陆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以及两岸现状 从美日等多国峰会到七国集团峰会已经是清晰的国际共识 可朱立伦在回应习近平的贺电中 只把两岸关系情势严峻的问题完全归咎民进党 公开与中共相互唱和 国民党这种作为知检讨自己人 被害人 不责怪加害人十分无理 民进党表示 朱立伦的负电若没看署名 会让人误以为是中共负随组织发的文 质疑这真的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党主席的言论 民进党说 朱立伦选前批判张亚中 红统 试图让人以为他在当选后 会走出别于以往陈旧的国民党两岸路线 从党主席选举过程中的激进化走回中道 但对于习近平贺电的两党共谋统一的说法 朱立伦却丝毫没有为台湾主流民意发声的勇气 令人遗憾 民进党强调 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十分清楚 就是维护台湾主权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现状不容改变 就两岸关系而言 台湾多数民意拒绝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 也不能接受中共以片面终止两岸交流 国际打压与军机绕台 来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现状 民进党直言 国民党若不认清这样的现实 只会与台湾主流民意越离越远 大国小将很开心看到民进党批评 攻击国民党 对于国民党这个蓝皮绿骨 这个自称中国但向往滑毒的政党来说 他被民进党挤压在地下 踩成渣 大国小将是很开心的 可是明眼人也能看出来 民进党虽然指称大陆是专制国家 但自己人蔡英文上任后 从来没有取消陆委会的决心 甚至还要求跟北京对话 不仅要求对话 两岸货物贸易额 在蔡英文的五年任期内 还比马英九时期增长了不少 说到底 台湾社会现在没有什么客观公正而言 一切比的是谁的声量更大 谁的媒体宣传更厉害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